跨電協議簡介 那現在就交給江澤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Williams 然後很開心能夠再次來到Costcom 那今天的話要跟大家講的是 Zero 它是一個 我會覺得它是一個更廣義的 一個跨電解決方案 然後 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是Williams 然後目前的話是在 一個去中心化的一個 LunchPay 還有孵化器服務 叫Impossible Finance 然後我在裡面是擔任研究員 然後 之前的話也有在一個公鏈 叫Nervous服務過 那我自己的話 很喜歡區塊鏈的各種機制設計 包括說從 Layer 1 然後還有到 各種 Internal Proprieties的 這種基礎設施 或DeFi GameFi 然後之後的話 會想要再多研究一下 像Social Graph等等 相關的這種應用 那 首先講到跨鏈橋 其實跨鏈橋的話 因為反正現在 公鏈已經有至少超過120個公鏈 那 所以有這麼多公鏈 就會需要跨鏈橋 因為User需要把 所有它的資產 從各種鏈 跨到各種它需要鏈去 那 這個時候 跨鏈橋就可以有 以下幾種分類 那 首先的話 就是 第一個 我們可以從它是 中心化或去中心化 這個維度去講 當然這個維度不是那麼絕對 因為 其實我這裡面很多 說去中心化 它也有可能有一些中心化的成分在 那 但是最中心化的呢 就是像我們看到所謂 像中心化交易所啊 它其實也有跨鏈的這種功能 那或者像我們看到WBTC 或者是像碧安橋等等 它都是屬於比較中心化 那去中心化的話 它又可以從驗證的方法 比如說它是多點驗證 還是它是透過一個中繼鏈 relayer chain 像最有名的就是Cosmos IBC 那或者像是Near的Rainbow Bridge也是 那或者有一些是用East的Raw Bridge 那今天要講的 主要講的Layer Zero 它是一個用Relayer加Oracle的方式 那這裡的Relayer它不是中繼鏈 而是我會把它叫中繼器 因為它並不是一條鏈 那過去的跨鏈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跨鏈困難 我大概整理出來大概五個方向吧 第一個方向就是你當然要夠安全 那再來是你的速度也要夠快 可以支持即時確認 那再來就是說要可以擴展 可以擴展就是說今天我這個跨鏈橋 不會只有限制於說幾條特地的鏈上面 而是各種鏈它在將來長遠都有可以 就是把職場或是把訊息跨到上面的 這樣子的能力 那再來無需信任就是說 不會只有信任特定的一方去做驗證人 那再來要足夠的廣義或放話 這個詞我不知道中文 可能用廣義比較好還是放話 就是說你上面能夠傳的東西 不會是只有特定的類型 不會說只有資產能夠跨鏈 而是說包括訊息 比如說我今天在某一條鏈上面 做了某個方向 傳送了多少的Token 或傳送什麼樣的內容 它也是可以去做驗證 然後並且去做跨鏈傳輸 這是足夠放話的意思 那歷次的跨鏈橋 像今年其實就有蠻多跨鏈橋被害了 包括說我就拿金額比較大的幾筆來講好了 像Poly Network 它就是在教宴交易的時候 它的邏輯有漏洞 像Ronny呢 Ronny這個更有趣 他是一個 Asher Infinity那邊有一個工程師 他手上有多跨的Key 有人藉由說我要高興去Hire你 那我給你一個錄取的那種通知的PDF 其他PDF裡面就有毒 導致他說被透過這種社會供給的方式去洩漏它的私藥 那Wall Hall這個的話 則是因為說Solana的SDK 有一個叫做Load Instruction Act 它其實這個方式裡面 它缺少了一個可以去檢查 就是你所用的這些program 是不是原本Solana裡面 就是固定使用的這些SDK program 那所以它導致於說 就是造作Wall Hall上面也是被盜好幾億這樣子 那總歸來看我們可以看到 跨鏈橋它的安全事故的主因 主要可以分成幾種 一種就是說智能合約的本身的漏洞 那另外一種就是像Social Attack這種方式 但是可預見的事情是 單點的故障 常常會造成全鏈上面所有的資金一起陪葬 那其實這是Layer Zero它主要在Clan的一個 就是它在講說很大的跨鏈橋的一個問題會在這裡 那Layer Zero呢 它們的團隊其實是由三個 就是都來自於同一個大學的 同一個研究室的三個 就是在做Computer Science的三個人 就是一起去創立的 那這個研究室蠻有趣的 它的名字叫做Interoperability Lab 但是它是在區塊鏈有了之前 它就有這個Lab 那它們之後又再加上了Sushi的 就是Codef叫做Zerox Mackey 然後它又帶了很多SushiSwap的 一些比較Defi的OG的工程師到這個團隊 那所以其實這個團隊 本身就算是一個技術背景蠻強的團隊 然後它們現在主要是在巴哈馬這邊工作 那就在巴哈馬這個國家工作 那所以就是由地理上也可以知道 它們跟FTS的關係也是特別的好 那切入正題來講Layer Zero是什麼 其實Layer Zero的話 它居然叫Layer Zero 那可見它就一定不是Layer One 那它就不會有所謂的鏈 那它其實在做的事情是 它是鏈與鏈之間的通訊層 它不會去處理任何的帳本 或區塊鏈維護的工作 而是專注在說 怎麼樣把鏈上的訊息 從A鏈帶到B鏈這件事情 所以它是一個 就是算是一個通訊層 所以它叫自己Layer Zero 那和其他跨鏈橋的差異就是說 你像跟中心化的交易所來比 中心化交易所就一定需要透過一個鏈下的這種 就是中心化的交易所去做跨鏈這件事情 那如果跟我們過去傳統常見的那一種 就是去中心化的跨鏈的交易所呢 它們就會需要經過中繼鏈 比如說你這個訊息 你從Polygon傳到Cosmos之後 是在這邊會有一個中繼鏈去做驗證 它要把你這些訊息去儲存到這條鏈上面去這個過程 那再來的話像現在的Layer Zero 其實它就是 它可以直接讓你的訊息由Chain A到Chain B 它中間不會經過任何的中繼鏈 而是透過就是這兩個鏈之間的智能合約 以及Relayer這個角色 以及Oracle這個角色去完成 那簡單的來講一下說 Layer Zero它就像我剛剛講 它有三個主要的基本的架構 第一個是Endpoint Endpoint它其實就是一系列的Smart Contract 包括說裡面有像是Network 或者是像它裡面有Validator 然後還有就是可以去驗證這條鏈的Library 那這樣子一系列的智能合約所組成 那每一條鏈都會有一個Endpoint的智能合約 作為接口 那它可以讓比如說各種Dapp 如果想要去使用Layer Zero這個Portacle 它可以直接去調用這個智能合約 包括說從裡面去傳訊息 以及跟它講說我要送到什麼鏈去 那再來執行驗證的這個角色 所以它就分別由Oracle 以及由Relayer去完成 那Oracle這邊的話它主要是像 比如說像我們常見的像Chain Link 或者是像是Band Protocol等等這些Oracle 其它都可以是Layer Zero裡面所使用的Oracle 那它會負責做的事情就是 它會去傳送這個區塊頭 給另外一端的Endpoint 那另外一端的Endpoint就是 就是當它接收到一些訊息 它同時還會再去Check 就是Relayer這邊送過來的交易的驗證 那透過我知道這裡面的區塊頭 以及這裡面所處的這個 就是發送的這個交易 它裡面的交易驗證 那我就可以把這兩個東西Match起來 去確認說 這筆交易真的在對面這條鏈發生 那如果真的發生之後 它要繼續把這些訊息傳送到哪一個目的地 那這就是Layer Zero主要的架構 那它這個架構其實好玩的地方是在於說 裡面的這個Oracle以及Relayer 它是可以自由切換的 你任何人都可以去實作Relayer 也可以去實作Oracle 那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它就可以讓這邊變成它會比較有韌性一點 你不會說只能有單一的Oracle或Relayer存在 所以這是它在系統上面會比較強韌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要仔細講的話 它的整個組件的話 其實基本上 這是白皮書裡面的原圖 那我再把它裡面白皮書有講到 但是圖上面沒有畫出來 Library也加進來 那這裡面的話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紅色的這個框框裡面的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Empoint一系列的智能合約 那再加上Library 每一條鏈上面都會有個Library 那Library主要的功能就是 它會去加解密 就是你智能合約的這個地址上面 所做這些交易的事情 那因此 就是Library這個東西 其實在每一條鏈上面 它都是可以去擴展的 那Layer Zero的理論就是說 當我每一條鏈上面 我都能夠去做 就是這條鏈上面的 就是加解密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變成我可以去驗證 各個鏈上的交易 所以它的擴展性就會取決於Library 能夠在多少條鏈上面實現 但是目前它們還是只有實現EVM的 就是Solana那些還是還沒有實現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說 它整個架構其實長期來看 從邏輯上來看 它比較創新的地方就是 在它的整套架構的設計上面 那再來的話就是 它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因為剛才我說到 它的驗證這件事情 傳送另外一條鏈的交易 給目的地的這條鏈的交易 這個動作它會由 它會由Relayer跟Oracle這兩個 鏈下的這兩個服務方去承擔 所以等於說 它不會需要像Cosmos IBC一樣 它需要把每一條鏈上面的清潔點 會需要把每一條鏈上面的區塊頭 都記錄在它的鏈上這件事情一樣 花了非常多的Gas的成本 那所以它們的Endpoint 其實相對起來 負荷的成本是比較低的 它只需要在有人去 就是發送交易的時候 我把這個交易 還有這個交易當時的區塊頭 這些訊息去記錄下來就可以了 那以就是理論上來說 Layer Zero有一個好處是說 像這邊我們可以假設說 每一個 就是假如現在這裡有 Relayer A Relayer B跟Relayer C 以及Oracle A B C 那透過這個方式 其實有一些服務可能 它是選擇Relayer A加Oracle B 那這個情況下 如果今天 Oracle B要聯合Relayer一起作惡的話 其實光是它們要聯合作惡的機率 就比較低了 那如果它今天要聯合一起作惡 或者是這個組合發生什麼問題的時候 它其實只有這個組合裡面的協議或資產會受到損失 但是如果像其他中繼鏈的方案是 就是一旦有問題了 一旦出事了 有可能就是全範圍的那種殺傷 那所以這是它的一個比較有優勢的地方 那我認為說其實Layer Zero它中繼的型態會比較像是一個 會比較像是一個Open Market Open Market就是指說 它的Relayer跟Oracle 它是有一個比較友好的界面 可以讓大家去選擇 我要用哪一個Oracle 比如說我要用Chainlink 因為Chainlink牌子最大 我覺得其他人要去賄賂Chainlink 去做一些就是壞壞的事情 或是惡意的供給 其實不太容易 那再來它其實也有把費用的框架大概的列出來說 包括說Oracle這邊會需要 什麼樣的服務可能會需要什麼樣的費用 以及Relayer 以及Layer Zero Protocol本身 它可能會就是需要收什麼樣的費用等等 那他們的就是網站上面其實也有在教大家說 就是Oracle和Relayer這些 就是你要怎麼自己實作的這些規範和標準 那我認為說其實它跟Layer Zero跟Cosmos IBC有一個 比較有幾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算說他們兩個其實都是比較放話的這種 就是區塊鏈上面的跨鏈訊息傳遞的這個協議 但是他們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其實Cosmos IBC目前還是會比較僅限於說 使用Cosmos SDK 或者是實作他們的規範標準 ICS的這些區塊鏈才能夠使用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其實Cosmos上面的很多生態 它明明只是一個應用 但它自己其實就已經發了一條鏈 那像Layer Zero的話就是你本身還是可以只是一個智能合約 只是你的智能合約去接Endpoint這個接口去使用 但是就是長期而言的話 其實它的開發能力其實是會取決於說 你上面有多少的Library 那Cosmos IBC這邊的話 它則是會需要運行說你全鏈驗證所需的就是這些信息 所以它清潔點的負荷會比較高 但是其實坦白來說我會認為說 這樣子雖然說對清潔點的負荷比較高 但是它的安全性可能會比較強 因為至少說它所有的交易都是你在鏈上面可以去看到 就是這些交易曾經怎麼發生 但是如果像是Layer Zero的話 它雖然說可能負擔對於 就是負擔會比較小一點 在鏈上的負擔或Gas看起來會比較小一點 但是其實你是把安全托付於Relayer中繼器器這個角色 以及托付於Oracle這個角色 那我等一下會來詳細的介紹一下說 它目前可能遇到什麼 實作上面的問題 那總結來看的話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包括說我剛剛講的節點要求 看起來是Cosmos IBC的要求會比較高一點 那共識的話兩個都是可以達到即時確認的效果 因為你只要東西驗證可以上鏈之後 其實基本上你後續的這些動作 包括說要傳遞什麼樣的訊息 或傳遞什麼樣的Token到哪一個目的地的地址 這件事情其實都可以完成 那可擴展性的話其實目前 Cosmos在做易購跨鏈其實也會遇到一些挑戰 包括說可能目前它要直接去做 包括就是Cosmos IBC以外其他的 就是比如說它要跨波卡等等 就是這種可能它就不會有像理論框架上面這麼順暢 那再來的話其實安全性就像我剛剛講 我會認為說就本身這個系統而言 它IBC的安全性會比較高 但是Layer Zero在賭的是 單點故障的崩潰機率會比較小 那運行成本的話其實這一點也滿有趣的 因為像IBC的清潔點運行成本是固定的 因為我就是必須要去同步每一個區塊的區塊頭 那所以它是固定的 而且相對起來會比較高 但是呢Layer Zero這邊有一個有趣的地方是 它的變動成本是會比較多的 就是Cosmos IBC這邊可能沒有變動的成本 但是Layer Zero這邊的成本會是變動的 包括說如果當我今天使用率越高的時候 其實我跟像Chainlink這些Oracle去請求 它會就是當整個鏈比較擁擠的時候 它會變成說Chainlink這邊這些預言機的收費 也有可能因此而提高 那所以它會有比較多變動的成本 那整體來講的話我會認為說 就是他們之間有點像是 一個是模組化 一個是標準化 這樣子的兩個跨鏈的 就是訊息跨鏈的這樣子的方案 那像Cosmos這邊的話 它會是比較像是標準化的 那像Layer Zero這邊它是提供你模組 跟你講說你可以用Oracle 跟Relayer這個方式去實作 但是你要用哪一個Oracle或Relayer隨便你 你只要符合這個接口就可以了 那現在的話就稍微來講一下說 Layer Zero目前它的生態的發展 其實可以看到說目前 基於Layer Zero這些Dapp 它的就是像傳統的跨鏈橋 它長相會像下面我們看到的這樣子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就是它上面會寫說 你要跨鏈的資產是哪一個 比如說USDT 那你的原鏈是哪一條鏈 比如說你的原鏈是以太鏈 然後你要跨到就是Uptomisen上面去 那只是如果是在Layer Zero上面的跨鏈橋 它其實是DEX加Bridge這兩個東西 可以同時在一個交易上面去完成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上面會顯示說 你要什麼樣的資產 以及你想要什麼樣的鏈 那其實你到另外一條鏈上面去的時候 你是可以選擇不同的資產 但是下面這一張 就是目前這張圖的話 是Stargate實作的情形 但是它的資產其實還是有限 就是還是限於穩定幣而已 那這可能要透過它長期的去把流動性這一點去解決 才有辦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所以因此呢 其實他們又透過就是Stargate這個實作去接了SushiSwap 那SushiSwap目前接了Stargate之後 它也可以去完成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它才剛上線沒幾天 所以前幾天就是前兩天我在看的時候 它的UI還是有一些bug 不知道你上面看就可以知道說 它上面寫一樣是有USDC然後換以太 但是為什麼我100個USDC可以換到99個以太 是因為它這個不是以太 它其實它實際上是USDC 那當你去執行這個交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最後要送交易要confirm的時候 它會跟你講這個是USDC 那所以它其實還是在比較早期的階段 那可能最後就要看 除夕Swap在目標鏈上面有沒有所需要這些流動性 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那對 包括說你看我這邊就是送了之後 它就跟你講說 不是啦 誤會一場 就是這個是USDC 不是Ease 那它整個路徑的話其實就是會經過Stargate 然後再經過就是再到目的地這樣子 那另外剛剛講的是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實作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一個之前 大概在4月左右還蠻紅的一個專案 叫做GhostGhost 那它是一個可以基於Zero的一個跨鏈NFT 那它還蠻酷的一個地方是 你可以把你的NFT在某一條鏈 比如說在以太鏈上面燒掉之後 然後你指定的目標鏈如果是Polygon 它就可以把你這個NFT轉到Polygon上面去 而且同時比如說你同樣的一個圖片 你在Polygon上面 它會有一個Polygon專屬的邊框 比如說它邊框可能是灰色 那當你要轉到Fantone上面去的時候 Fantone可能就是紫色 那一開始看到的時候會覺得很酷 但是之後看到有人去分析它的code之後發現 它的實作其實還蠻醜的 因為它的實作是你想像就是全部如果 今天全部可能的樣式有一萬個好了 那它實作的方式其實是 把這一萬個圖片複製到就是 複製到這七條鏈上面 就是指定的這個IPFS的地址裡面去 那它把這些圖片複製了之後 它會再把上面每個圖檔上面再加這個圖檔所需要的邊框 所以等於說一萬個可能的圖片它會有七萬個圖檔在 各在不同鏈上每一條鏈有一萬個 那所以其實這個實作就是有點Ugly 那就是所以看到之後會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可能還是沒有很好的解決 就是有人需要跨鏈NFT這個問題 那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蠻棒的地方是 剛剛講到說可擴展性這個部分 就是它可以幫助到比較多的新的或比較小的鏈 或者是比較大的鏈它要去發子鏈 像最近的話其實Avalanche它有一個還蠻有趣的 一個新的方案去解決可擴展性的問題 叫Subnet 就是它在它的鏈上面會有很多的直網 那其實直網有一個蠻棒的地方是 它的直網其實很適合像GameFi這種專案 因為你GameFi的專案在直網裡面的話 你的InGame Token 因為它的GameFi通常會有Dual Token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一個是InGame Token 一個是Governous Token 那其實它可以把InGame Token 直接設定為這個直網上面所需要的這個Gas Token 那你的Governous Token就可以變成這個直網 要去做驗證的所需要Staking的這個Token 所以其實在經濟模型上面可能對於GameFi會蠻有幫助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它需要跨鏈 那但是要需要跨鏈的話其實一般不會有人 特別去支持某一個冷門的網路或小網路 所需要的這一些跨鏈所需要的設施 那如果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設施 比如說Avalanche上面這個Swimmer Protocol 它有一個Swimmer的Bridge 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不敢用 因為畢竟像之前像Ronnie那樣出問題 可能大家就會想說你的實作是怎麼實作我不知道 所以說其實像Layer Zero這個框架 它其實是可以讓你自己去透過實作自己的預言機和Relayer 讓你可以去完成跨鏈這個動作 但是問題也一樣還在那邊 因為沒有預言機會大型的預言機不會去支持你的冷門網路 所需要的這一些就是跨鏈傳送的這些服務 所以它的預言機器會是自己搭的 Relayer可能也是需要自己搭 那其實這個的話就可能它也會有一樣的問題 只是它這些東西的實作是 如果它是開源的話 其實就比較可以讓大家去驗證說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具有安全性等等 而且它的框架至少是用一個Layer Zero這個框架 那我認為說長期未來可能看到的發展包括說 你可以去做一件的那種跨鏈借貸 比如說你在A鏈抵押你的EAS 然後你可以在B鏈去借出你的USDC等等 那還有就是跨鏈的收益聚合器 比如說像是跨鏈版的那種Wire 你在一個地方去植壓你的Token之後 它可以自動去運用你的Token 去在各個鏈上面去做收益的聚合這個動作 那包括說跨鏈的NFT或者是跨鏈的Lunch Pay等等 都是有可能在未來可以看到的一些發展 然後目前的話其實它遇到的挑戰 我認為有下面幾個吧 就是首先它實現速度依然不夠快 包括說它最主要的跨鏈的DEX STARGET上面一樣只有穩定幣的必對 那剛剛我有說到說 其實它對EVM的Library其實擴展是很慢的 理論很美 但是實際上它的擴展包括說 它說它之後會支持Solana 會支持Terra 那時候Terra還沒出事 所以說它會支持Terra 那還有支持Cosmos這些 其實目前的實作都還沒有完成 那再來是它目前的預言機 它並不是用就是Chainlink的Oracle 因為Chainlink的Oracle還在測試網 它目前雖然說Ladio這個協議已經上線組網了 但是它上面的就是目前使用的預言機 是一個叫TSS的預言機 那實際上這個TSS的預言機 有點像是一個托管的預言機 它是給 它是由FTS Polygon 以及像Seqia就是洪山 這幾個大機構去做驗證人 然後去完成說Oracle的這個工作 但是這個就變得說非常tricky 因為目前他們所主要提供的relayer 還是Zero這個Lab它自己所提供的這個就是relayer 那relayer是他們自己提供的 那他們的預言機目前使用的是FTS Polygon和Seqia 這些他們的投資人所host的預言機 所以其實基本上是蠻中心化的 那我有去問過他們的founders 他們說其實目前 Trainlink的Oracle已經在測試網上面實現 但是主網上面的話 他們還必須要經過多一點的測試才能夠上線 因為和安全性這個問題是相關的 所以他們可能會需要再花久一點的時間 但是這一點的話可能就要看它真的實作才有辦法知道 那除此之外就是目前相似的就是LayerZero的跨鏈通訊的項目 有包括像Seller的就是InterchainMessage Framework 那其它是已經實作比較多的項目 那包括說像AnySwap它有一個Anycode 或者是Trainlink它自己也有實作一個CCIP 但然後還有前幾天有一個跨鏈巧叫Synapse 它也發佈它自己的就是Synapse的chain 那只是這些都還蠻新的 我認為可能目前實作起來最完整的還是Seller.im這一塊 那Seller.im的話我快速在最後時間再講一下 就是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一條就是透過Tenemy這個標準去發的一個Postchain 那在這個chain上面你要去抵押就是Seller 那以及就是 就是它是透過這些Seller抵押者去把這些訊息去做驗證 然後傳到另外一條鏈上面去 那如果你是有需要做資產跨鏈的 它會同時有MessageBus以及Seabridge Seabridge是負責傳送資產 那MessageBus是負責傳送你所要傳送的這些訊息 那在經過這個就是SGN這個Postchain之後 它會到另外一條鏈上面去 那最後傳到你所需要的這個Dapp上面 那你這個Dapp它只需要加上一個就是Dapp的一個插件 它就可以去使用這些服務 那所以它其實目前來講 它的實作上面的方便性算是還滿高的 但是它目前還是屬於一個比較白名單的狀態 就是它不是完全說是Permissionless的這種方式 那只是它在用戶的體驗上面 其實目前其實跟Less Zero我認為說可能體驗上面都差不多 而且安全性目前為止看起來也是屬於一個差不多的成績 那因為Less Zero現在還是比較中心化的 那如果你是單純只需要傳輸訊息的話 它甚至只需要透過MessageBus就可以了 不會需要經過Seabridge這個動作 那像這邊的話他們有一個跨鏈的交易所叫做ChainHub 那在ChainHub上面其實你是可以實現說去 比如說你要交易各種的資產在不同鏈上面 比如說你在以太上面 你要用Ease去換BnB上面的 就是Binance Chain上面去換BnB等等 其實它都是可以去實作的 那包括說像我們自己家的 Impossible Finance有自己的IDIA的Token 那我要從Optimism上面用100個USDC去換IDIA 它也可以去實現 但是它並沒有我的 就是它並沒有 它一定沒有IDIA的這個流動性 那它是怎麼去實現的 其實它的方式是 它在上面去接了 在目的地這邊去接了就是Pancake之後 它可以透過Pancake去換 換你所需要的資產 那其實這個實作上面在體驗上是還蠻不錯 但是它我猜應該不是非常的自動化 因為我自己在去實現之後 我發現就是幫我換的這個地址是 其實一樣是一個EOA 就是它並不是一個Smart Contract的地址 它是一個EOA去幫我換 那這個可能要再去問一下Cyler的人具體實現 它是怎麼樣去做到這件事情 不然好像體驗不錯 但是實際上也有一些 看起來也有一些隱憂存在 那因為像Impossible 它是一個跨鏈的一個LunchPay 所以我們的跨鏈方式是 我們的LunchPay分額度的方式是 你要去抵押我們的代幣 就是剛剛的IDIA 那才能夠去得到額度 但是因為我們上面LunchPay的項目 有可能都來自於不同的鏈 比如說有人可能是Solana 有人可能是Polygon 有人可能是Avalanche 那這個時候我們不會希望說 這些用戶在不同的鏈上面 去買這些就是Token 然後買這些Token之後 再去就是認購它的額度 因為這樣子的時候就會變成說 我們流動性 就是我們自己IDIA的Token 流動性會非常分散 那我們會想要做的事情是 把我們的就是 讓用戶可以在 單一條鏈上面去抵押它的 抵押它的就是代幣 那透過它的代幣抵押去換的額度 那我們可以把額度 這些訊息 這些Staking Way 到指定的鏈上面去之後 讓我們這條鏈上面去 販售額度的這個Contract 可以去接收到這個訊息之後 可以去讓每個User知道 他自己可以認購多少額度 那其實我們的始作目前也 就是看了各種跨鏈巧招 也有比較明確的方案 那之後如果有興趣的人 礙於時間 我可能之後再跟大家去詳細的分享 那最後稍微小小的工商 就是目前有一個ZK Playground 就是臨知識證明的一個遊樂場 那它是由台灣滿多很厲害的大師所來做的 包括說像製程以太坊的研究員 那以及像是 像NICK也是這個以太坊的研究員 然後他們有很多滿厲害的 就是學術上面的認識和實作的能力 那他們有一個就是ZK的這個 就是實作的這個遊樂場 它裡面會教大家很多跟ZK相關的實作以及知識 那大家可以去報名 而且它還有獎金 所以我看的時候覺得非常吸引人 我自己都已經報名 對 然後最後如果有問題的人 各位就是各位朋友也都可以在就是聯絡我 然後想要看更多slide的 還有上面相關的這些saurus的 也都可以掃這個QR Code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的這個Google的這個slide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